好运来超市Moroya分店、圣盖伯分店在春光明媚的天使之城隆重开业 好运来集团总裁吴宽和率领集团主要成员及部分股东出席了两家分店的开幕庆典 洛杉矶地方政要名选官员包括廖清禾、苏丸秀兰、陈赞兴、林达金、刘达强、黄维刚 以及汉天卫视董事长李继等贵宾一同出席了开幕庆典 好运来集团是美东地区最大的华人食品零售与批发企业 目前好运来在美国的多个城市已开设了十多家食品超市 两家大型的餐饮店经营一家食品进口批发公司 以及四家房地厂投资公司 要完成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全美发展好运来的超市 那现在刚刚来到洛杉矶现在开两家 那我们要进一步在洛杉矶发展我们的超市 另外再逐步往贝加州发展服务等等一些东西 那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鲜活 那你到我们的超市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菜和水果都是非常新鲜的 那活的东西大家也就看到了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 好运来超市供应的水果素菜海鲜肉类杂货的新鲜美味价格合理 进货渠道正宗层层质量把关 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开心 开业之际好运来超市还有不同的优惠 欢迎附近的居民前往选购 带来很多的工作就业机会 而且对我们城市呢也是增加很多的销售税 所以我们很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圣盖博市 洛杉矶有数十家大小华资超市遍布多个城市 而这两家的华资超市由于经营不上 而被好运来接手 好运来进军美西的势头不减 未来还会开设更多的好运来超市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